砍高犬占据有力地形 做好防御姿态 防备陌生的狗对自家羊群的袭击 那么砍高犬在土耳其 为何能成为最优秀的牧羊群 今天我们就跟随牧羊人的视角 瞧瞧砍高犬为何能脱颖而出 博主在早上的时候 赶着羊群去到更远的山上放牧 从他拍下来的画面来看 此时已是秋季 万物萧条 大地一片枯黄 这对羊群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 他以为这冬季即将到来 而且枯黄的地面更适合作为狼群的掩体 他们的颜色与环境完美融合 更加糟糕的是在冬季来临之前 狼冒险抓羊的风险越大 他们会赶在牧羊人将羊群改下山之前 尽量填饱肚子 因此这更加考验牧羊群的能力 这条叫贝索的牧羊群 已经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 一条八岁的砍高犬 现在我们仔细看他所在的位置 羊群在狗左侧的山坡下 贝索居高领下 守在羊群外围 空气中可能飘过来的危险 贝索坐在有力地形 环顾四周 这正是牧羊群该有的样子 这条坐在羊群行径路线中 向大爷的砍高犬叫真子 在我之前的视频中 他还只是个小狗仔 虽然时隔数月 但他依然并未成年 可已经具备一条好牧羊群的前置 他时刻抬起头 注视着远处可能存在的危险 而不是躺在地上偷懒 此刻的画面就像一个应急小组 他和自己的前辈 抬起头袖着空气中 随时有可能飘来狼的气味 他们在等待末尾的羊群赶来后 旋即朝羊群正前方移动 不过真子也有一个坏习惯 可能是他经验不足造成的 据博主讲 他经常无缘无故地狂吠 甚至可能是风声引起的 因此他突然的预警声 经常将羊群和他的前辈们吓一跳 就在博主说话间 应急小组似乎在羊群移动的方向 发现了什么 快速跑了过去 牧羊群和羊群的关系 在户外更加密切 羊似乎知道 狗可能是除了牧羊人之外 唯一值得信任的伙伴 因此羊群急忙让开道路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现在的画面给到另外一条叫帕拉兹 跟进在羊群正前方的牧羊群 他无可替换 在牧羊群中担任着先锋的作用 在牧羊人尚未抵达的位置 帕拉兹跟随头部羊群 保护了走在最前方羊群的安全 狗子抬头挺胸 观察着远方 秀着空气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气息 据博主讲 帕拉兹在两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照顾一千只羊 而他的父母早已名声远羊 在打架或者抓狼的过程中 帕拉兹会首先攻击对方的头部 这非常恐怖 面对博主将镜头长时间给到的 帕拉兹也像人一样明显 有些害羞 上前与我们主动打招呼 然后选及离开 显然帕拉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因为在博主面前撒娇卖 在博主拍下来的画面中 我们也能看出 走在最前方的羊群 已经距离这条叫帕拉兹的 砍高犬一段距离了 这提醒帕拉兹必须跟上 走在队伍最前方 视频来到一处山奥 牧羊群们嗅到了狼的气味 他们发出狂吠声 提醒牧羊人的同时 注意看羊群的表现 也为狗的预警声 他们都抬起了头 并停下吃草 这可能就是信任 只不过地面上留下的狼气味 应该有一段时间 牧羊犬尚未在第一时间 找出狼移动的方向 狼在山上会尽量避开 和牧羊犬的冲动 它们会徘徊在羊群四周 抓落单的羊 或是等待黑夜的降临 毕竟和砍高犬硬刚 它们很容易受伤 而受伤可能意味着死亡 惊艳老道的牧羊犬被做 率先嗅出狼离开的方向 带着两条牧羊犬追了出去 虽然它们并不能追上狼 但必须给狼一个信号 我们已经发现你了 狼可能就躲在一侧山坡的树林中 因为有牧羊犬停下脚步朝树林狂吠 在确定狼准确位置后 牧羊犬开始朝树林移动 还是同样的话 砍高犬虽然在速度上无法追上了 但它们并没有因此携带 而停止不前 在将狼驱离至足够远的距离后 牧羊犬选择了返回 也为它们知道最终无法将狼彻底赶走 盲目追击消耗体力 不仅会让羊群陷入危险 对自身来说 如果遭遇狼群的埋伏得不偿失 在山上遍布狼的气味 这跟考验砍高犬们是否克尽之手 它们无时无刻不再注意四周安全的土石 还要根据地面狼留下的气息 去驱离可能存在的危险 砍高犬在游牧途中 一天甚至不能休息三小时 它们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 警惕四周 趋离潜在危险 从白天到晚上一直如此 因而它们的寿命并不长 更何况它们的对手是凶残的狼 因此很多老年砍高犬并不能手中正经 这一天都不停留下来 这一天都可以摆了 就算了